你个钢铁直男 活该你孤寡一辈子 女孩子的心事也太难懂了吧 难道我送礼物还送错呢 你送什么了 问我送什么了 听好了 我送了99朵 钢尸球花朵 怎么样 记忆浪漫又死会 看完还可以用来刷碗 就是不知道幼稚为什么会成气 小伴们你们知道吗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封好幼稚 说话说得好 只有女孩子 太多女孩子 我可以去找奶茶帮忙 可是 帮你 可以啊 包十三十 包丁一百 请问你是现金还是现金 不行不行 我现在身上连一块都找不出来 有了 美食村来信人了 什么 美食村又来信人了 去看看 怎么就我一个人出来应见 想玩死他们呢 算了 不管了 你就是美食村信人呗 还能加入美食村这个大家庭 不管谁 居然是奶茶姐姐来迎接我 奶茶姐姐你好漂亮啊 哎呀你这么唤我 不会害羞的 你这个为我害羞的 哼 要不是有求你你 我才不会夸你呢 奶茶姐姐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都是美食村的 客气啥 你就经常问吧 就是 我有个朋友 他感觉遇到一切问题 想请教你一下 你的一个朋友 对 我的一个朋友 以我多年设会经验来看 这问题 说的就是他自己 什么问题 你问吧 就是 他买了九十九朵花 送给他谁批 他谁批成气了 这是怎么回事 送他花他还生气 这 这人C奇啥不是脑子不太聪明吧 这个应该大概没有吧 那为什么生气啊 要是汉堡那个傻子能送给了花 我开心的睡不着觉 真的 该不会送的花太廉价了吧 廉价 不会吧 那可是发挥他 上个月的零花钱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了 顺便问一下 你送了什么花 我家汉堡也定买点 刚是球花 我去 升点 有班 看 就你这 配 你朋友是情商 我劝他 还是别说CP了 那这不是说我和幼子不是说CP 对的 不合适 等等 幼子 你是奶糖 完了被发现呢 臭奶糖 居然白拍到我奶茶头上了 快 性感资讯会无法 我没钱 没钱 那我就帮你这张苦红皮 快点赞 不要啊 有点傻糖了 谢谢